大陸有個歌手 十三歲想意外 徹底改變她的人生 她失去雙腿 胸身殘疾 卻在音樂中 找到活下去勇氣 更幸運的是 她遇見一生中的摯愛 誓言要用雙手登上五月 舉辦婚禮 她能成功嗎 山東南海沉舟 自幼父母禮異 從小跟爺爺乞討為生 十三歲那年 她決定外出流浪 年前買票的她 直接爬上火車車廂 一個不小心 從此改變她的一生 我一看我的腿 沒有了 看到的是血肉模糊的 這樣一個畫面 年紀輕輕失去雙腿 成年後 她把木箱當成鞋子 慢慢地往前爬 向前挪 走過大江南北 這一天 她聽見廣場上 傳來憂傷的旋律 她勇敢而發 鼓起勇氣當場現唱一首 她說風雨中 這點痛算什麼 擦乾淚不要怕 至少我們還有夢 她說 人生當中第一次 有人給我鼓掌 就在那天 可以說這天改變了我的一生 我要問為什麼 謝謝 一個無腿男孩以歌聲賣意 浪跡天涯 他經常受邀慈善一眼 汶川地震 他就是以殘疾之聲 鼓勵了許多身心受創災迷 介紹給大家唱起首歌心底 有 有 塵州歌聲裡的樂觀堅強 有一天吸引了一個女孩的注意 她總是深情聆聽 凝視對望 眼前這個沒有腿的勇敢歌手 愛情萌芽 老天爺降雨自刃 當時連續下了28天的雨 塵州原本的巡迴行程被迫暫停 但也因為這場雨促成了這一對戀人 從此塵州身邊多了一個女人 無怨無悔幫她打底一切 照顧得無為不至 但看在塵州眼裡 卻滿是不捨與愧疚 不想耽誤人家這一輩子 我就說你走吧 你跟我在一塊沒有好結果 她說了一句話 塵州你什麼都不用說了 咱們生個孩子吧 不過家人反對 小兩口決定直接用行動證明真愛 生下一對兒女 一家四口彼此珍惜 但深埋在塵州心中 有一個長達十一年的遺憾 一直虧欠著而且位置不去 她跟我十年了 為了個家庭受了很多福利 付出了很多 但我們就一直沒能給她一個 因為任何一個女人都嚮往的婚禮 2012年 塵州默默許下心願 挑戰不可能的任務 她要用自己的雙手登上五月之巔 而且要在山的頂峰舉辦一場婚禮 回報家人多年之愛 舞腿歌手攻頂三關震撼全國 第四關山勢險峻 秋初雪崖峭壁的西雲跨山 才是考驗的開始 用盡全力使勁地爬 塵州早已精疲累進 累倒在地 但長長的時間 仿佛沒有終點 完全看不到前方的盡頭 可是我堅持是為了夢想 堅持是為了生活 狹窄的天梯只有三尺寬 每塊時間僅容得下半隻腳 塵州不能再依賴兩個木箱 必須單靠雙手支撐爬行 過程險象緩身 只要一個不小心 就可能跌入萬丈深淵 這時的塵州已經心裡焦脆 突然躲到一旁 也偷偷啜氣 其實我特別少哭 我想證明正常人 正常人能夠做到的 我們一樣可以做到 盡管兩隻手除除血泡 塵州堅決不放棄 令他眼睛的折磨 他真的靠自己戰鬥的雙手 完成世上的創決 好樣的 別動 攻頂的這一刻 塵州再也藏不住 內心激昂的情緒 他欣喜若狂 喜喜而泣 他真的做到了 爸爸是個英雄 在我心目中 我爸爸是最偉大的人 2011年七夕這一天 塵州身穿禮服 攀登最後一遍 泰山之巔 這一回他要給默默 守在身邊11年的妻子 一個永生難忘的婚禮 就連求婚橋段也別有用心 我不能擔心跪地求婚 但是呢 我用我的雙手 攀登到山底 以這樣的一個方式 向你求婚 親愛的 嫁給我爸 嫁給我爸 愛你 每個女人一生中夢寐以求的婚禮 塵州一直以來緊記在心 十一年後 她不但讓至愛的妻子 成為最美的新娘 她還是第一個用自己的鐵壁 成功登上五月的人 有團色的孫禮 他們做到致風 Ivor 我還有最新的天前 我一個女人的小禮 不前人力 賺點 並不是 藍色的孫禮 抽名 到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